這已經不是噁心可以形容了 毫無人性無恥 哇塞 你看多少團體啊 多少國營失業要為了他啊 他做得多好啊 台灣不能沒有一天沒有他啊 有了他就事故連連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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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佳龍到底什麼時候要不要走 蘇貞昌為什麼還有臉賴才不走 林佳龍部長一直遲滯 上禮拜三要到立法院交通委員會的前一天晚上 他才遲遲的送上書面的辞證 之前都只是所謂的口頭啊 一直要來到立法院之前 他才送了書面辞證 五十條人命尤其是在普悠馬的十八條人命之後 普悠馬的十八條人命走了交通部長 隨後把改革的層級拉到行政院 但這兩年來改革淪為坑化 所有該做的事情通通都沒有做 這一次更加嚴重到五十條人命 這不但部長要走 院長更要負責下台才對 但是我們看到林佳龍部長 除了我剛剛說的 一直到要來立法院之前才送出書面辞證 送出了之後 更讓我們覺得不可置信的 是開始上演交通部所屬國林事業 以及交通部底下業務範圍裡頭 相關的民間團體 開始上演位流大戲 而背後的導演 就是部長的主任命中 出事只有十天 發生這麼大的慘劇 還有很多人還在醫院 事故的就因就責 家屬的照顧 後世的料理 台鐵的通車 更重要的是 台鐵局接下來如何改革 局長還是現在次長在帶 照理說 林佳龍說他到今天為什麼還沒走的原因 是因為他要把這一攤的爛攤子 處理好了以後他才會走 所以今天部長辦公室每一天 難道交投爛合24小時 請問林部長辦公室在忙什麼 完全不是總統行政院長 為了他說現在還不能批死承 也不是林佳龍所說他現在還不能走 是為了善後 是為了讓這個事情能夠放一個段落 不是 辦公室在忙什麼 你的主命每天在擋什麼 我們今天為什麼開席者會 因為這些人都受不了了 大家都是台灣人 看到這麼悲慘的 不可思議無法理解的事故 誰不心痛 結果主命一一聯絡 要求他們出來立體名家樓 為留名家樓 中華民國旅館工業 台灣省旅館工業 旅行商業全國聯合會 台灣區觀光協會 民宿協會 小客車主任商業同業工會 全國駕駛員職業總工會 中華郵政 桃園機場企業工會 中華電信 要不然就是交通部主管的國一事業 要不然就是交通部業務所屬的相關民間團 敢怒不敢言 敢怒不敢言 所以才來找國民黨黨團 他們都覺得不可思議 現在才第幾天啊 為什麼收到交通部的指令 要趕快出來為了林佳龍 趁在林佳龍 這已經不是噁心可以形容了 這是毫無人性無恥 現在林佳龍每天裡頭在盤算的 就是怎麼為他接下來的政治前途 第一個 看能不能不要走 但問題是 一向討厭他的蘇貞昌 把他當作防火牆 止血帶 希望到林佳龍走為止 他可以保住他隔回的位置 所以林佳龍想 上上算是不要走 如果非走不可的話 也要塑造一個他悲劇英雄 這事情跟他無關 他只是不得已要扛的 他這個交通部長 哇塞 你看多少團體啊 多少國營失業要為了他啊 他做得多好啊 台灣不能沒有一天沒有他啊 有了他就虛錄連連啊 怎麼可能還有心情做得出這種事情來 還在忙這種事情 聯絡了多少單位 我剛剛講的這些民間的工會 去年一整年 多慘啊 因為疫情 最慘的就是交通部底下的這些 所有相關的觀光旅館事業 通通都靠交通部的紓困 交通部叫他們為了部長 他們敢說過嗎 今天才第十天 王者師父為寒了 部長辦公室每天在忙什麼 林佳龍的農家班 還在為自己 的官位奮戰 其實全台灣 大家不是都已經 大家都已經看破了嗎 看得很清楚了嗎 林佳龍就算部長下台 他是小英的最愛啊 蔡英文一定會幫他安排的 不用擔心啊 過沒多久我們又會在台面上看到他了啦 台灣還有公理嗎 台灣還有是非嗎 到底 多少個家庭 多少條亡人 才能夠換得回民進黨政客的良心呢 今天不任黨每天也在討論如何改革台鐵嗎 沒有啊 交通部有拿出什麼具體的做法嗎 沒有啊 我告訴大家 我們今天記者會就是要告訴大家 交通部長辦公室 每一天就在做這個事情 請問全民 可以接受嗎 林佳龍到底什麼時候要走 蘇貞昌為什麼還有臉 不是 對 聽了聽尼 回來 拍照 現在 imi